热播 戏中迪丽热巴扮演的角色 拥有弟子缘和人安乐双重身份 不仅台词多 打戏也不少 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时 迪丽热巴聊起了塑造角色的幕后故事 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迪丽热巴 我觉得也会有很多成长 很多阅历 就可能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就是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还不觉得说我已经31了 只能是作品去见证你的每一年 每一岁 也挺幸运的 因为成为演员 能够从18岁开始被记录到现在 因为也会有很多人说 我小时候很喜欢他 我终于也是听到这句话的人了 很感慨 我但是在未来的十年 还是想要去做更多新鲜的事情 再去激发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再看看自己还有什么事情是做得到的 或者又说是做不到的 毕竟我也只是一个反应